准提法问答集,高琪师游记,追随道大师的法族,高琪师2016年11月2日, 借河北魏县东五台山金河寺遗址,临在山端心在天,金河寺增喜足连。 风蝶塔林蒙龙处,不是神仙似神仙。 见小五台山水之秀美,不禁赴此短是一首,但我来的目的,不是为此山水, 主要是因为小五台山金河口金河寺,是显密元通成佛心药籍的作者道大师的助悉地, 道大师晚年在五台山金河寺,潜心著述,终将一声言行结集成显密元通成佛心药籍, 作为准提法的修行者,来此地目的当然是寻根了。 这里是华北最后的原始森林,这里桑干河日日流淌而过, 这有几百年前人类文明的遗迹,这里流传着多少美丽动人的传说小五台山地处河北位线东部, 由五座海拔2600米以上的高峰组成,主峰东台2882米,为河北省最高峰。 金河口位于河北省第一高峰小五台山上,因山中峡谷河底岩石为金黄色, 在清澈闭透的流水趁印下金光碳烂,所以被称为金河,金河寺就坐落于此。 此次在1943年,被日本人焚烧后,已成废墟,只有凌落的玉丝碑纹, 山下的72塔林已成屏蔽,山上的四座佛塔塔基也遭到破坏, 林几宗24代祖师塔也开始倾斜,此处没有出家人和佛星佛像, 只有他上课的准提咒和六字大明咒,以及头上的翁阿吼的标志, 说明这里曾是显密圆通道场,树起散落的石碑, 打扫仙人曾闭关修行的山洞,支起我的帐篷, 为佛塔点上一盏佛灯,我觉得我有一种使命, 就是要在这里好好修行,光复准提菩萨的道场, 把这里变成准提法的闭关禅修中心。 高期师2004年纪,编著,至此,高期师准提法问答集, 已全部编辑发送完毕,接下来我们会编发高期师的开示集, 或其他理论,修行指导文章,方便准提醒者修学。